高中深夜骑铺街摔车因为看不到路口这个车档 一起骑车的同学拍下他跌倒的情况做记录 骑身之后检视环境 这路口某自行的车档 没有灯光的黑夜下像是陷阱 意外发生在苗栗市的铁道绿廊 这是自行车专用道 为了防止汽机车进入设有车档 白天很明显 跌倒的是16岁的杜同学 他们一行三个人 从篮球场往火车站方向 廊到白天实现没问题 晚间10点之前路灯亮着也能照明路况 但是深夜时间超过10点路灯就关了 骑士是在席灯的夜色中发生意外 我一个同学他骑在比较靠我前面 然后他就说前面有东西 然后我听到我就刹车 然后刹车大概过一两秒吧 我的脚踏车探照灯就照到前面那个 然后还是撞到 有障碍物的地方可能可以开灯 这条铁道绿狼自行车道 可以从苗栗火车站直抵工维续隧道 行人自行车专用 关下的是苗栗县政府 水利城乡处 处长表示会在前方设立告示牌 强调晚上10点之后没有路灯 请路人小心通过 县府也将派员勘察 研议改善措施 TBS新闻谢股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